原标题 写天子已令诸侯的日本幕府时代 为什么能上行七百年之久 江户时代是日本最后一个幕府时代 编着案 日本的幕府虽然源于中国 但到后来超越了中国的制度建构 在日本的国土上 完成了适应自己的土壤和气候的生长 在中国从来没有哪一个大臣或者中央大员 那幕府能够和日本幕府一样 成为威胁到皇权的机构 此文为看历史原创内容 反权归看历史所有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转载请联系后台 依日本幕府时代盛行七百年的原因 公元1185年 当南宋皇帝宋孝东还在为如何恢复自己父辈们丢失的中原烦恼时 一海之隔的日本正是拉开了为期六百多年的幕府时代的帷幕 从1185年到1867年 共682年的幕府时代里 日本共经历了连仓幕府 市丁幕府以及江户幕府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举着袁氏的记号 开设了新的幕府 从由袁爱朝战胜平事后建立的第一个幕府 连仓幕府到足利尊施局 把鸡蛋放到篮子里 将全力归还给袁氏 在旗旨推翻了北条氏夺权长晚的连仓幕府 建立了第二个元氏正统的幕府 市丁幕府 以及后来接过封臣秀吉统一全国的建立榜之后 自称自己也是元氏家族一份子的德川家康 建立的第三个幕府 江户幕府 8月20日 在东京德川将军家的仓库 李新发现 那一枚刻有经文为武的幕府公章 这枚工章曾与德川家帽的签名 一同记录在了1858年 签署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上 经文为武印按压在德川家帽署名下 日本幕府时代 能够盛行近700年 其中的缘由还得从日本封建社会的阶层固化说起 中国子千汉开始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地质国家 平民和权贵都有着完善的上升通道 通过举效联合车举制度等方式 可以自然地完成阶层的转换 皇帝也正式通过这种方法 建立了忠于自己的官僚体系 有效打压士族门阀对政权的垄断威胁 但日本古代的封建社会和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有所不同 虽说日本从中国唐朝引进了很多治国方法 但在官员选拔方面 却无法照搬中国的科举制度 这便是因为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 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 日本的皇权与之相较 实在是无法抗衡 十世纪之后 日本科举制度便以形同虚势 任免官员的权力 以完全被贵族势力所把持 他们继续沿用以血统和姓氏 来委任官员的办法 从而壮大贵族家族的势力 进一步将天皇适于尴尬的地位 久而久之 日本封建时代里的所有文官 便都出自藤原氏以外 据实在 藤原氏一族早在日本那梁时代便已存在 是日本古老的贵族之一 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一千年 1980年曾有一部每日合拍的八小时电领幕府将军 根据詹姆斯克莱威尔畅销小说改变 电领幕府将军中三传敏郎扮演的 川家康在平安时代末期 第七十二代白和天皇继位之后不久 便想出了一个如何摆脱藤原氏一族 对朝政的控制的方法 那便是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将天皇位让给自己年仅八岁的儿子 自己做上皇建立了全新的院政制度 从而继续听政 在日本院政时代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 总共经历了三代上皇 期间上皇的势力也确实增加了不少 但直到最后一任后白和上皇都 始终无法掌握军队 在长期面对藤原一族前置的情况下 不得不去借助武士集团的力量 以进一步虚弱长久以来 制霸朝廷的藤原氏一族 彻底夺回政治上的话语权 于是 后白和上皇便想到了同样被文官打压下的武士集团 企图利用武士集团的兵力来改变这一格局 武士集团也因和上皇产生了合作互利的关系 而在朝廷上渐渐有了一席之地 原始后来以天下第一武勇之士的身份进入朝廷 另一个武士集团的领袖平氏家族 也在朝廷中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曾经都是历代先皇的后人 被次性陈基降下之后 皇室是没有性的成为朝臣 原本是由天皇派往地方担任国司的角色 然而他们凭借皇族出身以及掌握的权力 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成为了一个个武士集团的首领 建立起脱离政府控制的独立王国 其中平氏和元氏则是所有武士集团里最庞大的两家 2012年 世家公司在苹果ISO平台山推出了游戏Total War Battles 首领全面战争 幕府将军就在1156年 鸟与上皇去世 身为兄长的崇德上皇与弟弟后白和天皇之间爆发战争 结果弟弟后白和天皇借助平舍平兴圣 元氏元义朝的力量 先发制人 打扮了崇德上皇 史称宝元之乱 从这场皇室内部的政变结果来看 足以证明了武士集团的强大 其实到了这个历史时期 已经显现出一种新的迹象 那便是决定日本政权的俨然 已不再是皇族和贵族们的宫廷斗争了 武士集团正式活跃 与日本的政权斗争中 日本幕府时代的到来已经显露踪迹 武士阶层登上历史舞台 宝元之乱之后三年 平兴圣变发动了 形制之乱 其结果则是把皇帝老儿彻底架空 平氏家族变垄断了朝廷内外所有的高级职务 几乎完全掌握了朝政 宣告关西平氏家族的鼎盛时代已经到来 与此同时 也代表着日本院政制度土崩瓦解 直到公元1185年的志成寿永之乱之后 平氏政权才被元氏所代替 平治之乱元奈朝在消灭了平氏政权之后 成为了又一个可以左右国家政局的武家 可是他并有急于接管京都的政府 而是转头致力于在关东地区 继续巩固和建立自己的政权 元奈朝清楚地知道连仓神奈川县东南方 事情是最显要的地方 并选择在连仓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直到建就三年七月 也就是公元1192年 元奈朝受封成为争一大将军 此时历史的脚步正是步入连仓幕府时代 维持了140多年的连仓幕府 最终在忽必烈的铁骑夏娃吉 公元1333年忽必烈东征日本五十年后 最后一代连仓幕府直权北条高时 在各地豪族组成的反幕势力逼迫下自杀 连仓幕府至此灭亡 日本幕府时期亦分银1336年 足立尊氏在京都创建市丁幕府 因为第三代将军足立一满 在京都市丁的花枝玉所办公 所以称为市丁幕府 第一代市丁幕府的将军足立尊氏病逝以后 由他的三儿子足立一权 即位为第二代将军 幕府权力也在与南朝的对峙中不断强化 直到第三代将军足立阴满的统治时期 才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 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 此时才在全国范围确立起市丁幕府 将军的绝对统治权 介入市丁幕府最盛时期 凡天下市 皆逃不过和久必分 盛极必衰的命运 市丁幕府从第四代将军足立一池 开始便渐渐走向下坡路 直到1467年爆发的 英人之短 在八代将军足立一证任期内 日本历史进入新兴的大明 互相混战的战国时代 进入战国时期后 被后人称作日本战国三杰的枝田信长 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 就在1568至1582年间 芝田信长将第十五代将军 足立一朝从京都流放 推翻了名义上 掌管了日本近二百年的 是丁幕府 同时也使得从英人之乱 开始的日本战国时代不向终结 同时江户幕府时代也随之来临 并开始了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江户幕府又 趁德川幕府 他是日本第三个封建统治政权 共经历了15个将军的统治时期 辉煌的江户时代 在日本历史上 犹如一颗明珠一样 格外引人注目 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起 至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康时 江户幕府的机构已大体完备 可好景不长 第五代将军德川刚及掌权的时代 德川幕府正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期 经历了家康 秀中 家康三代将军轰轰烈烈的创业阶段 德川幕府便进入守城阶段 可恶极必反 到达了巅峰之后 势必会迎来下滑的过程 衰微的种子也在慢慢蒙发 因德川秀中的寂静 而将陶山条的设殿改建 为现今的二荒山神社 是现今日光山内最古老的建筑物 日光的神殿与庙宇 东照宫神社 二荒山神社等二神社和伦王四一 寺院及其周边的遗迹 位于李牧现日光市 1999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其中 东照宫是德川家康的灵庙 日本建 著艺术的代表 1854年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后 时代危机和民族危机 又加剧了江户幕府的谢幕进城 江户幕府末期 在日本内陆的农民起义 和以西南强翻 为中心的岛幕运动压力下 第十五代将军德川信息于1867年末 被迫宣布奉还大政 明治为新拉开了大幕 至此 日本最后一个幕府时代终于结束了 日本幕府时代的建立 标志着由中央贵族 掌握权力时代的结束 在贵族时代地位很低的武士阶层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们鄙视贵族们奢靡的生活 崇尚以忠君 坚毅 廉耻 勇武 坚忍为核心的思想 并结合了中国的儒学 佛教禅宗 以及日本本土的神道教 形成日本武士的精神支柱 武士道 日本古代幕府的建立 同时也标志着日本天皇成为傀儡 幕府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 日本的幕府虽然源于中国 但到后来超越了中国的制度建构 在日本的国土上 完成了适应自己的土壤和气候的生长 在中国 从来没有哪一个大臣或者中央大员的幕府 能够做到和日本幕府一样 成为威胁到皇权的机构 日本幕府做到了 对日本民族来说 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